哈囉大家好,我是Enter 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 我念字在字的機殼銀廣905 最近我們終於收到這款美麗的機殼了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邀請大家訂閱Enterbox的頻道 那我們馬上開始 在實際收到銀廣905這個機殼的時候 發現這個重量真的是超乎想像耶 那還好箱子旁邊有開兩個手提孔 不然真的有點搬不動了 那整個機殼也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開箱組裝的時候也要格外小心喔 我非常喜歡銀廣905這款機殼的設計 從外觀、功能性、做工都很滿意 整個外觀是由一整片的4mm厚的鋁合金打造而成 實際測量也差不多在4mm的厚度左右 表面是法斯紋的處理 不同面的圓角過度也非常的流暢 雖然看似是很簡單的設計 但了解加工過程後就會明白 這樣的設計其實是很難加工的 因此價格定位也比較高一些 那如果是預算上比較有限制的話 904 Plus也會是很好的選擇 905的造型的一體性非常強 中性簡約又不是堅韌 給人很完整的安全感 完美的穩定感 邊緣倒角除了避免刮手 設計上也避免了一般倒角拋光的樣貌 所以整個機殼邊緣不會有反光的感覺 整個視覺就很低調含蓄 即便是不懂電腦的人看到 都會被其出眾的外觀吸引 感覺到這是一台不容小覷的主機 在主機板的部分 905最大支援EATX規格的主機板 那對於要作為工作機來說 這就會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囉 因為大的主機板才會有比較多的PCIe 才能安裝比較多的擴充卡 例如要安裝顯示卡 USB3.1擴充卡 Tengi的網路卡 無線網卡 還有Thunderbolt 3的擴充卡 那一般只支援比較小 主機板的機殼 當然就沒辦法安裝這麼多的擴充卡囉 但如果你喜歡小機殼 沒有這麼多擴充需求 也很喜歡905這種一體成型的外殼設計 那麼可以考慮引廣的肖邦 也是類似的設計風格 905殼說是904PLUS的新時代版本 像是取消了現在幾乎沒在用的5.25寸光碟機空間 所以整個空間的運用上就更加合理了 那也增加了前置的USB3.1 Gen2 Type-C 符合目前外接設備的趨勢 很特別的是 這款機殼的兩個型號差異並不是在外觀的顏色 而是從前面板區分為ARGB款和OLED款 還有一個很棒的功能升級 就是玻璃側板變成快拆式的了 不用像之前909、904PLUS 要卸下的時候要轉下4顆螺絲 裝回去的時候又要轉4顆螺絲 現在905只要一鍵就可以卸下玻璃側板囉 裝回去也只要靠回去就可以了 真的是非常方便 而且這樣機殼兩側就會是完全的平面 更加簡潔漂亮 再來看到硬碟安裝方面 905最大容量有兩種擺法 第一種是一顆3.5吋加上兩顆2.5吋 第二種是四顆2.5吋 我覺得這樣的設計和安排很不錯 因為現在會需要用到3.5吋的空間 其實這個機會是比較少的 像我們現在幾乎都在用2.5吋的SSD 所以有這兩種擺法可以對應到不同需求的使用者 而且現在大多數的主機板都具備了M.2 PCIe的位置 而且通常都兩個甚至三個 沒有意外的話作業系統通常都會放在M.2 就算是做雙系統的話也絕對足夠 對一般人來說就比較沒有機會會用到2.5吋或3.5吋的空間 但對我們做開箱來說 平常累積非常多的素材和專案檔 因此會希望工作機也可以做到簡單的備份、近期的備份 方便工作的時候可能快速的拉取近期的素材 因此理想上當然是希望有比較多的SSD 能存素材、測試檔案、遊戲、專案檔等等 而我發現905頂部鍍心鋼板中的空間有一點空 其實有機會再多放幾顆2.5吋的硬碟 不然有一點浪費 現在的設計可能是為了美觀 讓它保持完全的平面 但我覺得在內側其實比較看不出來 未來如果真的會不夠用的話 頂多就再多裝幾個2.5吋的指甲來安裝SSD 應該也是可行的 那麼在CPU散熱方面 因為之後打算使用一體式水冷 因此就不是太擔心散熱器高度的問題 可是905機殼內部是很寬敞的 應該也不太會有卡到的問題 那官方給的數據 散熱器高度支援是160mm 顯示卡長度則是支援到330mm 在進風散熱方面 905前方可以安裝兩個風扇 或一個240水冷 前方的進風口在機殼的另一側 有許多陣列的圓角矩形這邊 進風完全是與下方區隔開的 而下方則可以安裝三個風扇或360水冷 後方則有一個120的散熱空間 未來作為周邊的工作機使用 會盡量選用靜音風扇 雖然905沒有特別標榜靜音 但美麗的外觀已經讓我可以暫時把這個靜音的考量擺在一旁了 而且機殼方面也有一些細節 我們是可以自己DIY的 像是側透玻璃與機殼之間其實會有一點點的縫隙 這邊可以用邊條貼一下就可以了 前方的進風口有滑軌式的防塵濾網也很方便清洗 那往後看到電源供應器的部分 905下方的空間非常大 可以放230mm的電源 而因為其位置剛好在散熱的下方 未來打算搭配360水冷排 想用看海運的無風扇電源供應器 靠360水冷排來幫忙散熱就可以 那整個機殼的重量超過秤的上限了 所以參考原廠數據是12公斤左右 應該是今年開箱過最重最重的機殼了 但也因為重量挺重的 其實放在桌上是非常穩固 到時候我還比較擔心桌子呢 那機殼底部有4個40x30mm的腳墊 厚度也很厚 所以整個放在桌上其實都不太會搖晃 很高興今天可以開箱 和大家分享一個這麼優雅的機殼 那麼之後我們湊齊其他零件 也非常期待把組裝過程 和組裝完的全貌給大家看看 邀請您訂閱Enterbox頻道 我是Enter我們下期再會